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课程的内容中会非常明确的透过佛陀在《人言经》中阐述阵入圆通的方法 再一次印证一贯到弟子求道时所得的三宝它的尊贵性 其实我们不断的研究道理研究经典就是希望透过对于道理的明白 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正念真如 尤其是对一贯道弟子而言 如何让我们内心有一个坚固的悼念 然后不再随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 而有道心的一个缩减 当我们道心坚固的时候 就我们个人而言 在日常生活里面 外在环境带来的刺激是在所难免 如何让自己心不随进转 心能够长保正念就不会起烦恼 而要具备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必须时时刻刻以我们的真如自信 内中所含的妙智慧来调伏自己眼前所欲的种种的障碍 这也是不断在各个班程里面 跟各位前贤提到的一句话 那就是始觉照笨诀 如果我们想做到虚于不离道 除了时时反文自信以外 也没有其他更为便捷的途径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而修行最困难的地方 诚如古德所言 勇猛心一发 恒长心难持 因为没有恒长心 没有九远心 所以在修道的过程里面 就容易一曝十寒 而这一颗心会随着静的变化 静静退退 起起落落 以至于我们短暂修行 所获得的清净心 无法常住 因为没有清净心 就没有自信当家 所以久而久之 感觉不出修行所带来的乐趣 对修道的感觉 就如实激乐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它就变成一个惯性的运作 而在这惯性当中 却浑然不知晓 修行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如何安住自己 这一颗不生念的本心 就是我们从求道以后 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 而方法就如经典里面所说的 永保绝招 不随望转 对我们在第三册的尾声的时候 经文中有提到 他说 末法时期去佛渐远 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这是眼前我们可以透过 报章媒体广播工具的宣说 我们可以感受到 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的一个实际性 所以阿难就问佛 在末法时期要成就无上佛道 那么修道人该如何设心 才能够远离摩世的一个障碍 来维护自己的菩提道心 如果前嫌还记得 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里面的内容就提到了 四种清净明慧 明慧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 你在学到的过程 你最起码要坚守 杀到隐望四种戒律 这是我们成就佛道的修学法门 所以过去在研究谈经的时候 在定慧评里面就提到一段话 佛果大菩提定慧为根本 要成就无上佛道 就是要先唤醒你我自信 本自具足的自信定 自信慧 而要唤醒定慧 就必须以戒为我们修学 入道的一个工具 所以戒能生定 一个延迟戒律的人 不放纵自己的行为 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 夜半敲门心不惊 当我们持戒严谨的时候 心安理自得 内心就能够长宝清静 长生欢喜 有了定功 不随静转了 就能够在面对一切静的时候 透过我们本有的妙智慧 我们慢慢的去观察周遭的环境的变化 然后以智慧去破解 所以定慧是成就无上菩提的基本功夫 但是要成就定慧 却必须从根本的戒学去修起 所以广泛的而讲 今生我们学到的成败 甚至整体佛法环境的一个兴衰 都与我们学到的人 个人戒律严谨与否 息息相关的 所以摄地佛曾经问过佛一个问题 他说何者佛法得久住 何者佛法不久住 我们要如何去行 才能够让佛法 很久流传在南岩福提之上 佛陀就讲 说戒至戒得久住 不说戒不至戒 佛法灭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在那个正法时期 应该人人根气都很利的 可是佛陀灭度一百年 在印度 佛法就几几乎是荡然无存 原因就是当时的出家众 他不遵守佛陀所制定的一个戒律 所以那个贪嗔痴的妄想心 时时涌现于外 以至于那些在家学到的人 看不见一个标准的鬼犯 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所见的几几乎跟世俗人一般 追民逐利 贪求了明文利亚 所以在家众就看清了出家众 自然而然也就不乐于跟随 他们的脚步走修行的路 佛陀灭度一百年之后 佛法在印度就变得如此的 一个所谓的凄凉 一直到阿玉王的降生 他成为中心佛法的一个大栋梁 然后透过阿玉王的一个身体力行 大力推广 佛法才见次往我们这些的东南半岛 东南亚的地方来传 比如泰国、柬埔寨、中国这些地方 所以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 也就点明了 如果我们希望一贯到这一个法门 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流传得更为久远 能够在广为射受一些有缘的原胎佛子上这条法船 那你我是择无旁贷 通常我们都强调要去度人 要去找一些熟识的人 跟我们共同走修行的路 那我们忽略掉 除了我们要能够将一贯道的尊贵阐述得很清楚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个人是否身体力行 在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当中 我们立出了一个好的标杆 它才能够带动别人去学习的一股动力 所以修行的基本戒律不外乎五戒 那前贤或许会问 既然是五戒 杀到盈望久 为什么在四众戒里面 在佛陀讲的四种清净明慧当中 没有将九戒包含在其中 那是因为九戒有开源 他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 修行者是可以去接触到九的 然而杀到盈望称之为信戒 这个信戒就是于这四方面 你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个违犯 只要碰触了 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本性 如同我们一贯到十条大院里面 他所讲的诚心保守 你触犯了杀到盈望 你就触犯了 违背了自己十条大院的第一条 叫做诚心保守 所以佛就在《仁言经》的第六卷当中 尾声就提到了 他说 一般我们讲五戒从杀字为首 但是《仁言经》以阿难尊者为当机者 用阿难尊者跟这个所谓的摩登前女之间的一段际遇 作为本经的一个开展 所以他就把盈摆在第一了 这个盈特指的就是男女的一个情爱 你修到想要求无上普及 邪淫一定是不可以触犯的 但是与你我在家修而言 那个阵营也要适可的去淡化 甚至要把它给断除 所以乳交世人修三摩地 后段偷盗 这是谈道戒 在所谓的四种清净明慧当中 道戒是最为维系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传戒的时候 戒律可以分别传授 一般人对于道戒不敢轻易的去受戒 因为受戒如果违背了规矩 他就破戒了 道戒之所有维系 是因为我们一些的理路不够清楚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常常会将家里的一些东西 往佛堂去送 吃的用的我们送进了佛堂 那因为我们是最早拿进佛堂的人 所以其他的人 乃至于我们自己 都会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 这个东西是我带来的 所以我有权决定它的一个去处 殊不知任何一个东西 只要你带入到佛堂里面 它的所有权就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归属于老母 归属于老母 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使用的时候 你要请电传师去做一个发落 而不是我们自作主张 可是往往我们因为各地方公堂 未必有点传师 那就会有一些祝坛的姑姑 或者其他的人 你必须要跟这个祝坛的人 知会一生 不是说你不可以挪用 而是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程序 我们学到不是有三清四正呢 三清里面有一个手续必清 于这个区块我们不清了 你也会触犯道戒 你送进来 你又随意把它拿走 不告而取未知道 我们在解道戒的时候 就跟前贤提到这个观念 所以道戒是极为隐为的一个戒律 后学在佛堂里面 如果要打佛堂的电话 我都一定会跟祝坛的人员报备 我要去使用室内电话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公产 公产你就要爱惜公务 而不是随己意 我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如不断偷修禅定者 譬如有人水灌漏汁 如求其满 纵经沉洁 众无平复 道戒如果没有守的清净 就很像我们要在容器当中灌满水 但是这个容器它有裂缝 它有破洞 你用再多的心力 再多的体力跟时间 你也无法把它灌满 接着谈沙戒 如教世人修三摩地 次断杀身 世明如来 先佛世尊 第二决定清净明慧 若不断杀 修禅定者 譬如有人自色奇耳 高声大叫 求人不闻 此等名为欲隐弥露 学道不断杀 你跟六道就没有脱离的一个机会 而这个杀 一般我们亲口人 在饮食的习惯改过来 照理说 应该是可以吃得很圆满的 但是我们不是胎理素 所以过去我们曾经 也有一些吃荤的经验 所以偶尔在跟同修道办在谈 这个几率比较少 而是跟一些周遭的朋友 在了解饮食的习惯的时候 往往会不精心将自己过去生 不是过去生 过去烹饪婚食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然后讲的口莫横飞 各位前贤 这是诛杀的助缘 所以尽管饮食改变 可是透过一个口的 没有适当的管理 他说错了 他也触犯杀截 所以我们还认为戒律是一个很容易保守的吗 也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戒律不够严谨 所以前功后过一场空 修了数年数十年 坎坷的命运依然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他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在阿难问世佛其胸襟的时候 就已经解得清清楚楚 接着谈妄语界 如交世人修三摩地 后腹断除诸大妄语 若不断其大妄语者 如磕人愤为瞻团形 欲求香气 无有事处 这句话讲得有够难听 但是也有够坦白了 口过如果常犯 想要攀登天梯 他可能还没站稳就摔下来 而关于这个口过所带的严重性 过去我们常常也有听说过 我在今天的经文 也会借由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几句话 跟各位前嫌来分享 对于戒律这个区块 其实各教圣人所说 如出一辙啊 因为圣人所教的 都是教我们要复明本性 而复明本性没有离开 戒定会三学 不论你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面修行 尽管他用的名项不同 但是他的精神主旨 就是戒定会三学 接着我们进入到第四册 讲记第三页的经文 他说阿难 汝问色心 我经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庙门 阿难你代表与会的大众 以及末法众生 来问我要如何置心一处 我已经先讲过 你要进入到三摩地的时候 你的入手功夫在哪里 也就是求菩萨道 要先持此四种御仪 较如冰霜 自不能生一切之夜 心三口四身必无因 假如沙道迎望久 这四种归戒 我们都守得没有任何的遗漏的时候 你心就不会生贪嗔痴三毒 口也不会造恶口 两舌妄语其语的一个过错 我们先不谈贪嗔痴三毒 因为一夜的清静 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课程 但是口过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口都管不住 你要去索心缘 勒意马 就难如登天 一个真正在学到的人 一个真正在学到的人修行的过程当中 始觉照本学本有的妙智慧 逐次显现以外 他第一个会先改变的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巴 我曾经举我自己的一个实力 后学坐在那个地方看电视 儿子走进客厅一看 妈妈你要管住你的嘴巴 看看你的体型变成怎样了 你学到连嘴巴都管不住 你还要修什么 他是指后学贪吃 吃了一个脑满肠肥 坐在那个地方 就像一滩肥肉堆在椅子上面 所以他就出言来嘲弄后学 但是贪吃是对自己负责 口的似恶就不仅是指贪吃而已 圣经里面讲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静止嘴唇是有智慧的 所以修道人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特别是昆道 人一多的时候高谈破论 天骂行空 什么都说什么都讲 往往就忘了自己说出的话 要去负责任的 所以又讲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 大张嘴的避至拜王 大学里面孔夫子不也如是说 一言心邦一言丧邦呢 道理是一样的 圣经又说 说话浮躁的如刀割人 因为恶语伤人六月喊 不经心的一句话 却让别人体无完肤啊 智慧人的舌头是依人的良药 良言一句三都暖 这不是我们在学生时代 就常常听到长辈者给我们的耳提灭命吗 那前贤们或许少听 后学因为自己口过很多 所以父亲背的时候就常常来喝止后学 这都是在谈口过的 所以阿难如是似是若不遗失 假如学到的人 在杀到淫忘四种戒律里面 诚心保守 没有任何的缺失 心上不圆 色相畏处 一切模式 云和发生 因为我们严守戒律 密不透风 所以这一颗心 不往外攀圆六成静 色身相畏处法 代表外境 你不攀圆外境 外境与我不相干 又何至于会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招来一些无谓的考验呢 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提到摩考 提到摩考的由来在于哪里 戒律不严谨 所以我们研究经文 各位浅显 以后在讲摩考的时候 你就大可以补充一句 摩考由何而来 以眼前而言 就是我修道人戒律不够严谨 往外攀圆 凭空所生的一些枝叶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什么叫做摩考 摩其实它是代表一种阻碍的力量 阻碍我们向上提升 阻碍我们大步往前去走 而考是从何而来 考就是我们过去生 累劫所造的因果 在某一个因缘际会之下 我们相遇 然后就成为彼此之间的一个魔障 譬如夫妻关系 譬如两代关系 譬如手足 譬如同修盗办 譬如朋友 当你觉得在五轮关系里面 有某一轮的角色 带给自己莫大的一个负担 我们曾经在解磨考 要如何去突破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你要先静下心来 先去做一个省思 凡事必有前因 人与人的相遇从来不是偶然 他必然有过去生 所造作的一段种子 这一生外在环境的配合 我们才会去见面 演出这一场戏呢 所以这两者合成为魔考 那上天在我们修道人 遇到考验的时候 他所做的安排 就是因着我们修道人的发心 看我们在面对这些诸多考题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了业了缘 如果没有任何怨恨的心 也没有任何委屈的心态 所谓的怨恨 就是觉得自己不甘心 遭受到这件事情 所谓的委屈 就认为这些事情 都是外在环境凭空 加注在自己身上的 有的怨恨有的委屈 就代表你对道的认识不够 代表对道的信心不够坚定 所以我们既望上天帮助我们 去跨过种种的关考 前提就是 当你我在面对这些考验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是如何 我能够当下告诉自己 既然凡事必有前因 自作自受 有何埋怨有何委屈可言 因为没有怨气 因为没有委屈 没有这些无名的覆盖 心平气和去面对 所以那个本有的智慧就会出来 再加上上天外力的一个家批 我们很容易就 沉长风破万里浪 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了 但是前提 你不可以有怨气 你不可以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所以遇到考验是在所难免 因为你我都是代业而生 那遇到考验重点在于 这个考验是来开发了我的智慧 然后藉由考验磨去了我的气柄性 也因为我正确的做法 于是我可以消冤解液 这些种种正确如理如法回应魔考 就可以定我们将来回天之后 九品连台高低的关键之所在 所以考验来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考验从何而来 是累劫所带还是我们往外攀源所致 而在平时的时候就应该要有充分的准备 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 那必然是失败的机会要大得多的 而所谓的备考也无非就是让我们对于意理 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于自我的一个观察要求要更为的严谨 我能够管住我自己 我就能够避考 我甚至当考验发生的时候 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化解这个考验 因为所谓的考验它是纠结在一个念头的当下 所以那一念你化开了 后面衍生不出后续的肢解 你就能够很轻松的解决问题了 所以切莫在遇到任何事题的时候 我自己一筹莫展 会一筹莫展 坦白讲就是因为没有智慧 最糟糕的就是灰心丧志 觉得我修了这么久 老天对我不公平 我还要修做什么 末法时起 各位前贤要注意 灰心丧志 通常就是道心在减退的一个挣扎 所以有智慧的人 被道有坚定信心的人 会借着各种不同的考题来成就自己 增益己所不能 既然发心要走菩萨道 菩萨为众生不请之友 本来就是在历劫修行当中 要帮助别人去突破种种难关 可是想帮助别人之前 自己却一筹莫展 岂非古天下之大吉 所以我们有一个大的愿力在前面 眼前借由这些考验 就是来增长我们菩萨的一个智慧 帮助我们在累积修行当中 圆满达到目的地 所以若有缩习不能灭除 各位前贤注意缩习这两个字 它谈的就是秉性 或者王凤一言行录里面所说的 如果有人 他的弃秉性很重 那要如何去淡化呢 持咒 摩赫萨德多 班达那无上神咒 翻译过来就是大白散盖无上神咒 大白散盖佛母心咒 简而言之 就是人言经里面的三千多个字的人言咒 那你送咒的时候是一心 所谓的一心就是清净心 我们如果前贤们 如果你送过这个人言咒 你就知道三千多个字要一心清净 它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不送人言咒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咒语的功效都是一样的 所以与你我一贯到弟子而言 你就持五字真言 如果念五个字都心圆玉玛断断续续 那可见那个心里面的杂念有多少 五个字都不能一气呵成 你念三千多个字的人言咒 那也得不到任何效果 所以不要因为这一段经文提到了人言咒 可以消除塑西 我们立刻改变方向 以后我就练人言咒 学道不是这样在学的 研究一部经典 就改变一个修行的方法 你要知其所与然啊 所以它是代表咒语的一个妙用 这个塑西 塑就是过去生 多生多结 积累下来 西就是习气的种子 我们俗称的丙性 种子是深深埋藏在土下面 地里面的 你外面看不出来 它没有出芽之前 我们根本不知道 地面下有种子的存在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回光返照 发现它的一个存在 常常我们想要做某一件好的事情 常常我们想要改变我们自己 可是往往今天发愿要改 今天知过了 明天后天我又忘了 所以经验累积下来 就是一句话叫做身不由己啊 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我们秉性 所带来的一个干扰 所以接着就会谈到 我们三宝心法的妙用 所以佛陀教阿难 你要置心一处 你要正入圆通 你不可以离开这些工具 第一个持戒 持戒会让我们对治 现前不犯 所谓的现前不犯 就是不合理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视听眼动 你就可以做到 闲人驱生物于昭著 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就不会惹得别人对我们起反感 这叫做烦恼不起现行 但是潜藏在阿赖耶士身处的习气的种子 它就不是靠戒律能够进化的 因为戒律只能够对治 但是眼前对境的时候 我遏止住自己的妄心 不去造作错误的行为 但是他无法去进化我们阿赖耶士的这些习性的种子 所以佛陀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你要进化这些缩习就是持咒 那在《人言经》谈的就是《人言咒》 与你我一贯道弟子而言 他就是五字真言 其实咒语的形式很多 就观音菩萨而言 他的视线 我们了解的是大悲咒 他每一次来视线 不同的一个法相的时候 几几乎都有一些不同的咒语 所以你需要跟着变吗 不用 他只是在这一段经文强调咒语存在的目的在于哪里 我们不可以轻忽的 所以读完这一段经文 我们回过头来 看我们一贯道的三宝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 透过前辈者的引导 谈到了利用三宝萃取真心 而三宝各有其功能 我们过去喜欢用天佛院游记里面 解三宝的方法 来解释一贯道的三宝 我个人比较偏向前贤们用经文来解释 它更会让你弃入 我们讲第一宝就是玄关 正念真如 它是启会 它是我们在所谓大圣起信论 人言经 乃至于各部经典里面都提到的一个最重要 修大圣菩萨道入手关键 那就是正念真如 也就是你我的第一宝玄关 那第二宝真言 它是咒语 所以后学过去跟各位前贤讲 第二宝不是真经 经者不遍也 但是 这个咒语可可以随着长天盘的教化众生的佛陀不一样 它的咒语就不一样 有无量寿佛 有拿摩阿弥陀佛 那我们现在就是弥勒佛 那咒语存在的目的就是破除塑系 你没有阿赖耶士那些潜藏的恶法的种子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不会因为境界风的吹动 而带动我们不该有的一个行为 所以持戒只是 让我们不要亡羊补牢啊 可是持咒 却可以让我们防患于未然 所以将三宝综合起来 就是界定会三学 而咒语的一个特色 它就是你不要去挤说它 这个字什么意思 那个字什么意思 当你了解它的意思的时候 它就失掉了咒语的妙用 你反而不够专心了 这是后学过去在讲三宝心法的时候 就跟前贤们分享过的心得 而过去在解的时候 版本就是依于仁言经 跟各位前贤分享 所以佛陀49年讲经说法 综合大小圣经典无数卷 它的内容没有离开界定会三学 而这界定会三学 就在我们求道的时候 恩师传给我们的三宝 里面完全表露无遗了 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修行 对于自己走的这一条路 对于自己所用的工具 你还有任何疑虑吗 你还需要东家早早西家寻寻 回过头来 一切的法宝都在我们求道的时候 上天原封不动的 用不同的名项都交到你我的手上 只是有了宝贝 每一个人是否有善用他 这就只有自己问自己 思事如来无见顶向 这个思是指能言神咒 这个能言神咒是怎么来的呢 无见顶向是指佛的三十二项的第一项 肉记顶向 因中修百恨果上成一项 累结的积修在五轮关系上面 在日用轮常当中 我能够供养长辈 供养诸佛菩萨 而且在供养的时候 还怀着一份恭敬心 没有傲慢之心 所以无见顶向 就是在因地修行 我们破除了自己的焦慢心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看佛陀的三十二项 那种完美 我们起敬畏 我们起向往 与其永远都在向往当中 就不如今天回过头来 在生活里面要求自己 身为一贯道是在家修 在家修有各种不同角色的一个变化 但容易让我们透过 普行恭敬的前提之下 破除我值 破除我慢 那能言咒 不是佛陀自己说的 是无为心佛从顶发挥 做宝莲华所说神咒 所谓的无为心佛 谈的就是众生本具的妙真如性 诚如人言经前三册里面所说的 众生皆具如来佛性 清静本然周辩法界 随众生心就起不同的用了 佛陀佛陀因为累积极修已经复明本性 那你我也有 但是却因为无名的覆盖 他不能发挥他的一个妙用 而这个本性 圣不增 不是透过后天的造作 任何善行恶行会让他有丝毫的改变的 这能言咒是佛顶放光中的 化佛所宣说 而不是佛陀自己亲口所说 但是化佛也没有离开佛陀自己本身呢 他还是一样的 所以心佛无为心佛 是心是佛 一心成佛 我们本身都有这个成佛的妙种子 要一心成佛就必须时时刻刻 自信当家作主 不要听从人心的一个指挥 而要随顺自己的信德 当然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不可能如此驾轻就熟 就完全摆脱累结所 积存的我之法治 但是既然谈修 谈行 就是随着我们脚部的一个迈进 随着我们悼念的一个坚定 经验的一个累积 这个真心所展现的作用 一定是逐日的大过于那颗人心 所以一心成佛 是依着半心 不是依着那一颗人心 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有的版本它是这样说的 它说做宝莲华所说心咒 心咒跟神咒的意思是一样 神咒是谈咒语的一个妙用 可以除众生的一个缩习 而谈心咒 一偶艺大师他就讲 人言咒的每一个音声 人言咒可以出声去念 每一句话都是在默默阐述 我们众生的一念的妙心啊 而我们的五字真言 它是要默念不可以发出声 但是公用一样啊 你要去找弥勒佛 弥勒佛在哪里 弥勒佛在你我心中当头做 你要去找李天 要去找老母 李天老母在哪里 李天的亲近 当下我们也可以拥有 那一点灵光不就是我们自信老母的一个分灵吗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详望 本有的就能够显现于外 所以读经解经 这个叫做显教 咒语叫做密教 密全实相 密就是不让别人知道的 他在解释什么 他在阐述什么 他讲的就是你我这一点 与生俱来的灵光啊 你要如何让他皎洁 圆明不受攘务 所以咒语的功能都一样啊 你也不用再往外去找什么密宗 修什么大法了 三宝心法里面 显教密教兼而有之啊 上中下不同的根气的修炼的方法 也在这个三宝里面显现于外 后续经文在谈到建立道场的时候 就会提到这个区块 所以后学当初在读人言经的时候 从心里面永生出了赞叹 从心里面就有那种感恩的心 庆幸运自己在这一生走入修行的第一步 这一步就是如此的正确无恶 我的方向是正确 而我的方法是更为明确 也是诸佛如来自各部经典里面所阐述的 只是在求道的时候 上天用一个最简单的包装 方便我们去理解 这边是举摩登前女跟阿难尊者的一段 男女情爱的纠葛 来告诉我们持咒的一个重要性 以及好处 各位前行我们看讲记第四页 里面就有一个小典故 阿难尊者托波化缘遇到摩登前女 被那个梵天邪咒给困住 佛陀派文殊菩萨持冷言咒去解救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跟随着文殊菩萨 回到奇数级孤独园之后 摩登前女不死心 还依然紧紧跟随在后 进入僧团之后 佛陀就问了摩登前女 你喜欢阿难 你喜欢她哪一个地方啊 就像我们呢 我们的男婚女将 不都是娶一个自己很欣赏 嫁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吗 那现在你有问自己 你当初喜欢你配偶的哪一点 佛陀问摩登前女的时候 你看摩登前女给的答案 是多么的充满了浓浓的男女情爱 他说我爱阿难的眼耳鼻 全身无一处我不爱 怎么看怎么顺眼 佛陀就将来 阿难的眼睛里面有眼屎 耳朵有耳垢 鼻子有鼻屎 肚子里面还有一堆的屎尿充斥于其间 将来一口气不来 断气死了 走了 外面的人哭哭啼啼 那那个身体有什么用 经过几天就开始 肚破长流啊 腐烂啊 臭气熏天啊 有什么值得爱的呢 我们有的人对于男女的情爱 很深很浓啊 讲这个小典故 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 你这样一想 你那个爱心顿习啊 我有时候看着我先生静静的看他 我就会想到这个典故 这个典故一出来 就觉得 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道理不断地在研读 就是当我们有某一个不好的习性 移性 移性 移性线前的时候 我们有破解的方法 破解未必是你要有什么具体的大动作 只是一个转念 只是一句佛陀圣人的叮铃 就可以让所有不该有的心思灰飞烟灭 你在一瞬间就能够找回自己的清净心 所以能够善用道理的人 必然在于经典这个区块 一里这个范围 他是乐此不疲的 因为得到好处了 你看这个摩登前女对阿难的如此贪爱 但是听闻到文殊菩萨的能言咒以后 人家就证三果 三果叫做不来果 不来这个欲戒受生 然后在二十五圣元通章的章节里面 听闻了送元通祭以后 人家就证了四果罗汉 出了什么 出了三戒六道轮回了 各位前贤常常羡慕 这些跟随在佛陀旁边的人 一句话就解脱了 后学还是要补充 那是根气 那根气从哪里来 泪与结基修 所以后学从来不会跟自己讲 我羡慕哪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根气 我从来不羡慕 我为什么要羡慕 我为什么不自己去耕耘 人家的根气累结基修 我为什么不能从现在努力 创造我未来的立根气呢 整天在那边怨叹 这个我不会做 那个我听不懂 五年前 十年前 二十年前 道理你听不懂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你还听不懂 你要怪谁 你不怪自己 你要怪谁 所以阿难尊者 他跟摩登前女的这一段恩爱 他的累结是已经积存了很久了 所以在五轮关系 夫妻之间 两代之间 如果你的这种情爱的意念 没有那么浓 没有那么深 对于修道人而言 这是累结基修的福报啊 如果今天要揽着自己的配偶不放手 包住自己的儿女不杀手 那个浓浓的密意 不断的在三轮关系里面去流露出来 这不是好事啊 对修道人而言不是好事 对于另一半而言 对于子女而言 他可能都造成了莫大的障碍 而我们不自觉罢了 所以你真正修行 你的价值观是非观的判断 你真的必须依经典去论的 而不能用世俗的角度里面去谈的 从世俗去谈 你就走不出正确的方向 就会用这些情爱 绑住自己的手脚 这一生你不得解脱 未来生依然困坐愁成的 所以这个是佛陀举摩登前女做一个例子 来鼓励阿难以及与会的大众 甚至于今天我们在研习佛法的末法众生 最重点在后面这一句话 笔上淫女无心修行 神力敏之 肃正无血 这摩登前女来到僧团 她不是要加入修行的团体 她是被于男女的情爱所牵绊而来的 她原本没有心要修行 可是借由佛陀的任言咒 那一个暗中帮助都能够速速达于无血 无血就是阿罗汉国 这个根气这么糟糕的人 尚且能够得到如是的效果 这是强调持住的重要性 那云和彼等再会声闻 求最上圣决定成佛 那你们这些与会的这些声闻众 你们都是发心要走修行的路 发心要解脱六道轮回 要求无上菩提的人 你们的愿力如此强大 如果你要真心要走 你肯持咒的话 譬如以尘洋于顺风又何艰难 尘就是代表积息 代表秉性 风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人言咒所带来的一个效果 你真的有心发心学道的人 他摩登且女无心 都能够无心插柳柳成荫 那你们有心学道的人 愿力如此庞大 如果你再加上咒力的一个加坯 就像漫天的灰尘被风一吹 就不见了 他还有什么困难的呢 所以佛陀是借用摩登且女 跟阿难尊者的一段恩爱情缘 讲出 以摩登且女的根气 尚且可以得到如此殊胜的结果 你们发心走菩萨道的人 愿力如此强大 又怎么会做不到呢 所以后面的一段经文就开始要告诉我们 我们除了要持咒 要持戒以外 如果要建立一个道场 在一个道场当中 硬体是不用讲 那个软体是很重要的 软体就是指 我们在道场活动的这一些人 那这段经文 我们留在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贤分享 在上一堂课尾声的时候 后学有特别跟前贤们提到 关于夫妻的情爱 男女的情爱 两代之间的慈爱 一直教我们要去淡化 因为在家修五人关系都要面对 而以这三轮跟我们作为密切 所以活佛恩师曾经讲过 名利官好舍 情爱官 他也难过 而所谓的要我们淡化 是我们把分内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孩子长大了 就让他正式高飞 不要把他捆在一个笼子里面 像养金丝雀一样的豢养他 至于男女之间夫妻的关系 年轻的时候 男欢女爱 年纪越来越大 也应该要懂得升华 纵然不能够勉强 引导对方走修行的路 但也不因此让自己被对方所牵绊 所积留 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 夫妻恩爱 其实就修道人而言 你所奠立的良好的基础 就在于这一身里面 你没有这些外在的 所谓的恩怨情仇的 恩怨情仇的纠葛 它反为更好修的 而淡化的前提 就是我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完了 其他的我就没有非分之想 这个叫做淡化 接着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若有默示御座道场 先持比丘 清静静解 这是再一次强调 如果在一个道场当中 所有参与修行的人 他一定要延迟戒律 切莫因为他提的是底丘 那是出家中 我在家修就没有关系 在家出家 纵然身份不一样 可是道德标准的要求 是一模一样的 纵然在家修 有一些方便的地方 但是方便不代表 随便为所欲为 所有我们的行住坐卧 与莫动静 你还是要一直核心去要求自己 那个核心就是佛陀制定的戒律 我们不可以违背 而通常我们一再强调 外在道场的一个豪华 一个美轮美观 各种工具都健全 可是我们往往忽略 让这个硬体能够发挥作用 让前贤们的护持道场的心血 不要白费 它的关键在于 道场里面的软体 也就是参与修办的你我 而一个人的戒律 清净与否 接着又谈到一个条件 要当选择借清净者 第一沙门以为其事 也就是你选择走修行路的时候 那个引导你的人很重要啊 那因为这边是谈受戒 所以他特别谈到传戒的人 他本身要有极高的道德的一个规范 那与我一贯道弟子而言 我们立清口愿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典传师啊 那若其不欲真清净生 辱戒律仪必不成就 如果我发心走修道的路 我没有遇到一个真正修行的标杆 那么我们所走的这条路 就会坎坷不平 甚至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啊 而这边所谈的戒清净 延续着上文所讲 他是强调在四重戒 四重戒就是忧婆赛戒经的 四重根本戒杀到淫忘 原因我已经跟前嫌解释过了 所以前面是谈你的持戒要如法 那第二段谈选择第一杀门 就是那个传戒给你的人 他的戒体也要清净 他也要持戒严谨 为什么要如此的严谨规范 因为很简单 物与类聚 静诸者赤静默者黑 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看左邻右舍跟我们最谈得来 我们最常交往的人 乃至于亲朋好友 乃至于同修道伴 都是跟我们很契机的人 所谓的契机不是契先天机 跟我这一生的个性很雷同的人 你就跟他的交往会密切了 而因为一密切 我们当局者迷 就往往失去判断是非的农历 就盲从瞎脸了 特别是稻草这个区块 所以所谓的戒亲近者第一杀门 谈的就是那个传戒的人 他必须身口一三叶都很干净 他的戒体功德才圆满 他才有资格传戒 在佛门当中戒律的传授 他的规定是极为神圣的 后学曾经看过 剑阅尊者 剑阅尊者其实坊间有传说 他是幽婆里尊者在来 你看他在求戒的过程里面 那个艰难超出你我的想象之外 如果我们立愿要这么啰嗦 我几乎敢讲一句很难听的话 大概没有一个人愿意立愿 因为我们的根气没有那么利 所以有机会前学们看一看 剑阅和尚人家的一个修行的事情 他要找一个传戒生 而那个传戒生 就是德学兼备的高僧 就如同释迦牟尼佛跟大家设尊者讲 这个人世间唯我看作你的老师 那我们当然不是如此狂傲 我们不敢讲这种话 但是我们在走修行路的时候 难道不要小心吗 难道不要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 都要极为的谨慎吗 所以在《幽婆赛戒经》里面 也有一大篇的内容 跟各位前学们解释过 解释在佛门传戒 五戒的时候 它的规矩很严 不像我们一个亲口乐就包含了五戒了 它的每一条戒律 从沙到淫望久 要逐条解释清楚 而且每一条讲解完都要详细的问对方 你能不能做到 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受这个戒 所以整个传戒的仪式 它会持续好几天的 我们现在的时间极为短暂 但是它不表示时间短 我们就可以省掉一些必备解说的内容 尤其是亲口愿 一定要讲清楚 一定要说明白 千万不要把立愿当成跟老天的一个交换 那就真的是大错特错不可饶恕 我过去看过好几次 鼓励人家立亲口 特别是身体不舒服 你如果立了亲口 你的身体就会好 你如果立这个愿 你的癌症就能够康复 我都听过这些的话的 这样子去鼓励人家立愿 你把立愿的一个尊贵神圣的精神 扫得荡然无存 因地不争果招于去 一旦立愿的人 他立愿以后 达不到自己所设想的目的 他就成为反噬他道心的一股力量 那个道心不见了 那个口就照过了 这要极为小心的 所以戒成以后 着心静一 燃香闲剧 前面是谈我们修道人要戒律严谨 后面这段经文 他就谈到我们在道场上 有一些的遗鬼 包括我们 有的时候在帮办道物 烧香的时候 上下直领要穿礼衣 这个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 也介绍出来 我们受戒以后 接续要做的就是穿一件干净的衣服 这个心不代表心衣 而是代表他已经洗涤干净 表示我们有一个尊重的心 后学有查过早期为什么我们到场 他会设礼衣 礼携 那是因为我一贯到鲜度贫 而这些经济弱势的族情 他一天都是在一些的苦力的工作当中 去换取金钱的待遇 所以他的整个的身体的衣物 难免会弄得很脏 下班以后要赶去佛堂 去礼佛去参班 用那个衣服 他不够干净 所以就让他们穿个礼衣 来减轻他们内心的一种负担 这是礼衣的一个由来 那穿礼衣以后 你就不可以把礼衣穿到厕所里面 你如果要进洗手间 必须把礼衣给脱下来 这些都是规矩 那我们有弄清楚吗 所以你看我们连仪轨 都没有离开佛门的一个规定 所以一贯到是佛门弟子 释迦牟尼佛 是贤结第五尊佛 然后接续的就是我们的弥勒佛 我们是在家的悠伯赛 悠伯仪 燃香贤居 燃香是代表用一颗清净心 让自己所处的环境干净无染 而要有清净心就必须秉序万元 你看我们在求道的时候 不是有听过一句话吗 叫我们平心尽气 那个平心尽气 其实就是秉序万元 色心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除了在道场里面 我们自己本身要持戒清净 然后要找一个有高道德标准的人 作为传戒师 我们在日常修行 还要有礼仪 还要处所清净 更重要的是 随其心境 则佛土境 内心要清净 这五种清净 是来帮助我们作为修道的辅助工具 它不是主要的目的 但是它是辅助的工具 让我们达于一心清净 所以诵此心佛所说神咒一百八遍 然后节节建立道场 那前面五种方便法具足以后 接着就要开始持诵能言咒一百零八遍 在经书里面常常出现百八的一个字句 那是因为它是表法 表示我们因地的凡夫 有种种的烦恼 所以佛要用这些的法门 然后要用这些的咒语 来降服你我的一个旺心 那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结界 它是靠持咒 持能言咒 那它的方法后学有查过 就是绕着这个坛场 我们要建立这个道场 我们要绕着这个道场三圈三杂 然后在绕的过程里面用咒语撒净 来做一个正式的结界 撒净就是驱除那些无邪界不好的东西 后学有一个朋友是基督教的 那他曾经家里不够安宁住在北头 他就跟后学讲 他就请神父到他家里撒净 我说基督教也有这些 他说有 然后撒净之后 在这一个人言咒的这个三杂的范围之内 就结界了 就变成了我们修道的一个道场 这是谈结界的一个意义 那结界两个字 它本来就是佛教的一个术语 它原意是出家中 在家中 在结下安居的时候 他限定我们生理活动的一个范围 在这几个月之内 你不可以出这个 出这个什么 这个界限之外的 来让我们心不躁动 那后来就隐身 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有一定法力的庇佣 不让我们受无心界的干扰 因为在密宗的修行者 他认为在虚空里面 存在着很多无形的精灵 他会干扰我们的修道 然后也会干扰我们身体的健康 然后造成这个道场的不安静 所以如果透过这一定的仪式 就可以让自己或者整个道场 免于无形界的一个干扰 所带来的伤害 那实际上你这个持咒撒进 有没有效果 还必须看持咒的人 他的道德高不高啊 他如果没有道德 他念的什么咒语 写的咒语都没有用 我们不是看过很多的鬼怪的戏剧节目吗 有人写个咒语在那个地方 他就紧攻抢抢棍 那些鬼道的众生就不敢靠近 有人满身贴了 那个鬼就是一张一张把你戒掉 因为你没有道德 真正能卫护我们的是我们的道德 我们有道德 我们复明自己的本性 我们的性光往外流露 佛陀有长光一丈吗 那那些萧小的鬼妹 怎么敢去靠近我们 所以迷漏救苦真经 不是也讲念一遍念两遍念三遍吗 那重点在于那个一遍两遍三遍吗 不是是在于在词诵经文的时候 心有没有干净 是邪思妄念风起云涌 还是真正的自信一处 这都攸关一部经 它是不是能够发挥无量功德的效果 所以持咒它有两个目的 我们透过前面这几段经文解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借由持咒可以净化阿赖耶士 累结基存秉性的恶法的种子 那这些种子如果不淡化 当我们要进入到颠定的过程 它就容易产生遮障 遮障就是障碍 你会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我们前面浮现出来 所以出现这些影像 它不是好事 它是代表自己的心不够清静 切莫以为就是我的功力 火候精进 我看到这些 它不对的 所以你不要被它给诱惑 第二个就是离珠魔镜的考验 确确实实 我们有心走修行的路 魔王不乐见 累是冤亲在主 不厌计 不乐见 所以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后学就曾经 在迅文里面看到这么一段话 那应该是活佛恩师所批的内容 他说走到现在这个时节因缘 累是的冤亲在主 他在讨报的过程里面 他不见得要把我们给害死 因为他发现把修道人给害死 他的去处依然是在天上 而不是跟他同样沉沦在地狱里面受苦 所以他们也变得很聪明 他们就跟修罗道的众生串谋在一起 不要我们的命 他要把我们的道心考得七晕八速 虽然要等待一段时间 但是当我们道心不见的时候 我们的去处就是三恶道 那他讨报的结果达到了 然后魔界众生考到的责任也圆满达成 所以耳后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各位前贤很少有人是突发状态死掉 但是会遇到一些光怪陆离的考验 当然这些考验都没有离开我们累世 所激欠的那些业力 所以大家要有智慧才能够去 知考 备考 避考 避考 化考 安然度过每一个难关 求于十方陷住国土 无上如来 放大悲光来灌其顶 那前面在谈持戒的重要 这一段经文就谈述了 有了戒律之后 心安理自得有定功了 然后在定中要求十方诸佛的一个加批 放光灌顶 大悲光其实就是一种智光 透过慈悲洗舌 肆无量心展现出来的一个智慧 那这前提就是我要一心清静 所以前面有讲 一心送我人言神咒 感应才能道交 而你要感应一定是清静心 我昨天有跟一位前贤在聊天 他觉得自己在烧香磕头的时候 有感应到老天给他的一个关爱 我是完全相信这句话 你看不见 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 因为当这份关爱来到你我身上的时候 他会让你整体清静 通体舒畅的 所以看到的是假的 但是这些无形的关爱 他是无时无刻都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的心不够清静 所以我们感受不到 所以不要去追处那些虚妄的假象 眼见未必是真 用清静心去感受 上天所加附在你我身上的那个慈性 那这边有谈到的灌顶 灌顶也是我们在坊间常看到的两个字 某某大师某某上师来灌顶 实际上灌顶是过去印度的国王 他要策立太子的一个仪式 他引用海水来灌在这个太子的头顶 表示祝福他 是未来的一个国王 他是立太子的仪式当中的一环 所以我们现在在四月初八 遇佛节 不是也用那个清水 咬在那个佛陀圣像的头顶吗 那那个不是我们祝福佛陀 因为佛陀不需要我们祝福 我们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礼敬 而博得佛陀给我们有关爱 那在大圣佛教里面 这个十地的菩萨修到第十地的时候 就受诸佛摩顶 那这个摩顶就称为灌顶 表示而今而后 你已经从菩萨到修学圆满进入到旧境觉 所以它是一个祝福 也是一个赞叹 我们现在都引申为是什么 是加持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无形的一个加疲 但是无形的加疲也有赖于我们的自立的奋斗 天助自助者 自己从来不去努力 总是祈求上天垂爱关怀我 拨转因缘 一次两次有效 三次四次就失效了 因为你没有清净心 没有清净心就不能够感应道教 接着佛陀讲 阿难如是莫是清净比丘 若比丘尼白衣坛愿 也就是在家的恶众 男女恶众 出家的男女恶众 心灭贪淫 持佛境界 于道场中发菩萨愿 当我们能够淡化自己的贪嗔之三毒 严格要求自己能够持戒律的时候 你接着就是要发愿 那这个发愿就是我们所讲的四红誓愿 上求下化 上求佛道的一个圆满成就 下化无量众生 这个叫做发愿 发愿之后 初入早遇六十行道 这个早遇这一段经文 它是讲你赔定的一个过程 你不要去强调这个洗澡浸身 它是代表你在任何一个道场 都应该有一个恭敬心 所以你出入道场的时候 我们有A庄有B庄的一个限制 表示对于这个场所 我们有敬重之心 尽管你我眼睛看不到 但是道场当中有每一天的职日先佛在里面轮值 而不是只有有行界的某一些人在里面而已 所以六十行道是讲你二六十中 你要专注于反文文自信 这边的行道是强调回光返照 唯有不间断的回光返照 才能够置心一处 一旦能够置心一处 何处非难看 哪一个地方不清静呢 这个叫做随其心静 则佛土静 所以如是不昧经三七日 不昧不是强调不睡觉 它是强调我们在修学的过程里面 不懈怠不昏沉不吊举 当这三个精神状态出现 我们反文文自信的功夫就中断了 懈怠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单着睡眠 睡好多的时间 然后放纵自己的六根 追逐外面深色的享受 懈怠代表的就是放纵身心 昏沉就是整天好像就清醒不过来 一上课一听课就开始想睡觉 这是昏沉 这是夜历各位前前 那调举呢 调举就是我这颗心的情绪 很容易浮躁妄动 心圆一马不安定的意思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事项上的遗轨 重点在于要置心一处 置心一处就是不可以懈怠昏沉以及调举 身如果调举你就乱动 口调举嘴巴就乱说 心调举就胡思乱想 会调举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静下来的时候 想起了前程往事所导致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大班里面 让大家家静心五分钟三分钟 那如果你站在后面 你一看你就知道谁的心在调举 谁在昏沉 那个时候或许没有懈怠 但是多半有昏沉跟调举 因为你就看他身体的躁动不安 抓抓头扭扭腰 耸耸肩 这些都是调举所带来的 所以我们在练三宝心法之前 后学依着我们活佛恩师 给我们的入手的方法 你要先送一小段的经文 任一部经典都可以 然后好好反省之间的 今天所做的事情 有没有追过错 最后再进入到三宝心法的锻炼 他就会减少调举所产生的一个后遗症 也就是中断了你三宝心法的一个锻炼 所以一个人如果经历了三期 三期就是三个期二十一天 有这么赤诚之心 佛陀就自然现身 放光灌顶 置其人前磨顶安慰 令其开悟 这只怕我们不用功 如果我们够用功 我们的心跟佛陀的心 能够感应道交 时时刻刻 你在诵经 你在听课 你在练三宝心法的时候 他无形界 他就有那么多的先佛菩萨 来帮助我们 所以昨天也跟几位道卿在谈 现在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没有 但是道卿所提的内容 确确实实是以前我在一些朋友里面 也听他们提过 哎呀 诵经不要晚上诵啊 因为晚上诵 鬼道的众生会来啊 会干扰我们啊 会找我们麻烦啊 白天晚上有一定的限制吗 台湾白天美国某一些州 不要说我们台湾跟美国对比 美国本身浮沿辽阔 他的时间东区西区也不太一样啊 所以重点是你的心安静啊 无形界有很多的鬼魅 但是还有更多的圣贤先佛如来 你为什么不往正面的去想呢 所以我们道理不明白 我们就白白被一些荒唐的谬论给左右 而浑然不自觉 所以当我们有赤诚亲 诸佛如来 他接收到这个讯息 他就会来给我们师无畏力 第三册经文也提到 观音菩萨正入圆通的十四无畏啊 无畏就是坚定我们的道心 不受任何困境的一个折磨 这是祝缘 所以冒法众生修行 你即便往生净土 你也必须要仰赖佛菩萨的佛力加持 那云云众生 很多人都在走修行路 他为什么独独要厚爱于你 因为你与众不同 因为你道心坚定 因为你的方法如理 所以你是佛的同路人 他不帮你 他帮谁呢 那至于开悟 每个人的根气力顿不同 所悟呢 他就有深险不同了 就像我们参与一场法会 有一些人 他当下就开悟了 像我们刚刚所举的 这个摩登前女 就成就了阿罗汉果了 可是阿难本身实现的 也不过就是出国而已啊 他成就阿罗汉果的时候 是释迦牟尼佛灭渡以后集结经典 被大家设尊者 所激发出来的一股道力 所以印光大师曾经讲 念佛方能消瘦业 这个念佛就是我们时时刻刻 异佛念佛立佛 包括你听经文法 包括你诵经 都在念佛的行列当中 他能够消瘦业 消缘解业 结成只能转凡心 所以消缘解业不困难 但是结成的心就很困难 结成的心就是干净的心 就是异心 我有没有持之以恒 如果能够经过一段时间 不改自己的初衷 各位前贤 绝对能够转凡成圣的 所以阿难伯佛言 世尊 我蒙如来无上悲悔 心已开悟 自知修正无学道成 这是佛陀在 阿难在佛陀前的一个表白 我听佛陀讲道理 讲到现在 我已经完全明白 修道要成就无上菩提 只要你能够不间断的 反文文字性 你二六十中 续一步离道 你不需要外在硬体 建设一个道场 你也能成就 谁规定修道 一定要在道场里修 佛际里面从来没这个规定 可是各位前贤 不要听到这一句话以后 明天我就不去道场 少去道场 请你弄清楚 阿难尊者 他是一个立根器的人 十大弟子多文第一 阿难尊者所处的时代 是在正法时期 他还有佛陀的一个亲自开示 所以他不要依赖道场 不需要供修的力量 他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 问题是你我不是阿难尊者 你我礼路没有那么通达 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叫做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 有形无形的干扰一大堆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日常生活里面五轮关系的纠葛 养生火口的一个艰难 都会时时来打击我们的一个道心 所以你末法时期修学的人 你一定是三不离 不离佛堂 不离经典 不离善知识 后面的经文也会说出来 所以末法修行 建立道场 云河结界 得佛世尊 清净鬼泽 阿难是处在正法时期 又有佛陀的亲自开示引导 他可以不要仰赖道场 共修的力量 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 可是末法时期 你我本身就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叫做善根浅薄烦恼出众 第二个 去佛久远 邪知邪见赤胜 这是我们过去 就已经身心知肚明的一个问题 在这么一个末法时期 磨墙法弱 你一定要仰赖一个道场 来凝聚大家的道心 让我们可以定时的敬诸者赤 那问题就来了 我要建立道场 它必须有怎样的一个规矩 才能够是如理如法 得到佛陀 敏利的一个帮助 也就是佛力的嘉评 所以后面就提到了 建立道场的规矩 一些方法 那在这些经文当中 各位前嫌去读 如果读文字像 会觉得很奇怪 会觉得很奇怪 又要到西马拉山 找一头白牛 要找那个白牛所饿的粪 去涂抹那个坛场 这到底是什么 其实那都是表法 建立道场 有事项 有什么 也有理 理则 一心始法界 这是理 然后随着事项 他就建立始法界的不同 所以在后面的经文 他是有理 也有事 那你建立道场 一定要特别注重那个理 如果没有具备那个理法 而只是外在的形象 建立的很周全 他也得不到 如佛如来的关爱 因为那一段经文 一长串 所以后学 为了要有连贯性 我们就等到下一堂课 再来跟各位前一节人分享